現在正在逐漸出櫃的霜 真有家大出櫃 有人因此而不喜歡你嗎 男生比較好 現在目前為止很多人 沒辦法去出櫃這件事情 很多原因是源自於身邊的恐懼 大家好我是阿空 我是Eason 歡迎收看南童大學堂 我們什麼都聊 好 先歡迎子民教練 YA 我們節目已經快要變成健身教練收集器了 我們上次找兩個健身教練來PK PK什麼 是體能啊 快不快打之類的啊 我們兩個可以坐在他們上面之類的 他們是我們的人肉沙發 對 好 我們今天是要討論一下子民教練的歷程介紹 我們之前有人說過他們很喜歡討論一些歷程 例如說出櫃的歷程或者是心情上的轉折之類的 因為我們在高雄認識人 聊過他的一些出櫃的東西我覺得很有趣 所以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子民教練他要稍微做一下自我介紹 我們先做自我介紹一下 我們先做自我介紹一下 我今天34歲 你要說年紀還是什麼 巨蟹座 身高163 體重64 在高雄男子健身教練 然後我也開自己的健身房 我現在是男生 OK 好 那他什麼問題要問嗎 你是不分還是偏 但重點是 他有一個比較特殊的身分 他是一個現在正在組件出櫃的雙 我一直都是雙 從現在國小三年級就知道 我對男生會有興趣 慢慢出櫃是指跟別人說的意思 對 關於自己會喜歡的男生 你很早就接受了 對 而且男生現在比例越來越高 男生比較好 男生比較好 因為畢竟身為教練嘛 所以身材也是 我們來看一下 你現在就要看了嗎 先看一下 不然大家怎麼知道他為什麼 怎麼可能 他到現在還單身 就不合理 就不合理啊 為什麼 就是他一樣是這個身材 然後就這個長相 但是他依然是單身 之所以這樣是因為他就比較生貴 因為生貴所以一直連找不到 這樣就直接在這邊 真有家大出櫃 那你的條件是什麼 你喜歡男友類型 運動 然後比較鄰家男孩型 就是那種憨傻憨傻 確認一下你有會不喜歡被當可愛弟弟嗎 我會 因為我知道身高16多的人 很多人看到他們就 好可愛 然後就摸摸頭 但是有一些人是抗拒的 你自己有抗拒被這樣子對待嗎 不會啊 從小就這樣 那你為什麼生貴 去年9月的時候跟前任分開 然後在這之前就是大概11女都有對象 他們又是屬於沒有在全職領域 都跟女生朋友 然後我自己生活中也都跟同事 所以我也覺得沒有必要講 身貴是你想要這樣子嗎 還是你只是沒有什麼契機跟大家講 身貴這件事情對我來講 可能是家庭因素也有關係 大家以前有聽過夜友誌 小時候聽到夜友誌的故事的時候 就覺得很可怕 因為我小時候很盼 特別同學霸凌 我爸媽他們就是比較保守的人 他們有問過說 你是不是喜歡男生 第一次跟他講說 不是喜歡男生 我前任有住在我的家裡 他也問我說 你是不是跟他在一起 然後我就說 沒有 去年我爸媽就再問我一三次 他說你是喜歡男生還是喜歡女生 所以兩個都可以 我覺得前面會那樣問就是 其實爸媽都在做心理準備了 有一個想法 真的有他們在做準備的感覺 可能我表現出來的意思就是 比較壓抑 那你媽有說什麼嗎 因為我有曾經帶女朋友 在家裡工作 他們就說 那你為什麼會喜歡男生 我說就是一個感覺 沒有特別的人說 怎樣喜歡怎樣不喜歡 我就是覺得我可以這樣 爸媽他們現在開始慢慢接受 那我也開始慢慢會 跟身邊的朋友出櫃 你出到什麼程度了 你父母嗎 親戚知道嗎 親戚知道嗎 從事有問過 我就不想你 你的學生呢 他們有問我 那有人因此而不喜歡你嗎 所以大家講說 我認識你的時候 可是就是啊 我對你的態度 我不會因為男生跟你說不一樣 就沒有人說 我覺得我沒有辦法接受 我覺得如果要離開的人 他不會是直接走 他會一開始先跟你 繼續上個三五堂 接下來就說 我可能有一點什麼事情 我不想要去了 或者是你在問中有發現 你在觸碰他們的時候 他們會閃 不會 其實我閃得比較明顯 之前有一個女生 前前任 在我們公司樓下等我的時候 那個女生就這樣 環繞著我跟我聊天 然後走下去一直 然後因為我那個時候 就剛入行 他會閃 前前任務就說 看到這個畫面 我就聽到這句話之後 我就覺得 好像應該保持一點距離 所以我在教課的時候 接觸身體 就是會用手指這樣 手指這樣 對不起 你剛剛講說 父母啊 或者是你周邊的同事朋友 得知 大概你幾歲的時候 幾年前 五六五成 所以言下是 29歲以前 幾乎身邊的人 都覺得你是不是 29歲 那你發生什麼事情 讓你覺得 需要跟大家講 你 是不是就是你 就是你 還沒有訂閱 我們訂閱數都要五萬人了 就差你一個 沒錯 如果還有冠名啊 贊助啊 或者是團購的機會的話 也歡迎跟我們聯絡 還有多多訂閱 今天進入爸爸 男童到學長在這邊等你喔 我應該要夾進去 這個吧 不用了啦 我有認識一個朋友 他是台航叔叔 所以很厲害 我記得是2020年的時候 就是他有發了一篇 IG的貼物 然後我就會看得很感動 他內容有寫說 他沒有辦法出軌 他是藝人 他沒有辦法公開的 對他遣任你表達愛因 後來離開演藝圈之後 生活也開始慢慢有一個 穩定的動態 所以他可以開始 給他另一半一個套分 收跟交代 就你剛才的去述 其實你對你的前男友 應該也是類似像這樣 就之前我比較避諱的時候會講 你是那種就是 你們會在暗處偷偷牽手 然後只要看到有人立刻放手 然後裝沒事的 其實我以前在大學的時候 我經歷過 對我也經歷過 大學的時候就趕牽了 可是那個時候還有很多其他的不趕牽 當他們放手的時候 其實我會有點受傷 我另外有看到就是 我看得出來他們是一對 但是其中一個人就很警戒 我甚至沒有辦法正眼瞧他 因為我只要眼光瞄過去 那個警覺眼神就 他好像一直在掃視 誰在盯著他們看 我有一個朋友更過分 他是跟他的利界男友 一定要前後站 其實我剛開始這麼做的時候 剛開始做這件事情 你還是會看路上有沒有人在看 第一次發生的時候 大家可以嘗試這個方式 在人很多很多的時候 你牽著他的手的時候 你是被旁邊的人圍住 根本沒有人有辦法看到你的手 然後我第一次做這件的事情 才慢慢緩和那個狀態 整條夜市 我覺得你跟他牽完手走 我大概懂這個意思 因為我從2020年開始 就是在人很多的時候就會牽 可能在不同的城市 或者在出谷 就直接牽著走 對 我覺得不用逼自己 他是一個循序漸進的事情 每一個人都是有階段性的 哪怕你今天在哪一個階段 有一天都希望你 可以最後變成像 我這麼不要的 自在 自在 我這麼自在 就是你牽著手 到哪裡都可以 你在這整個過程中 你有自己有覺得你是一個 循序漸進的狀態 對 你這個循序漸進是 因為通常如果我問別人的話 這個概念是 因為自我認同 你越來越認同自己 你就可以 越來越覺得自己做這些事情 不是錯的 那你這個自我認同是從什麼時候開始 第一篇是一個文章吧 那在後面 每一個關卡破下去 你在想什麼 第一個你說 就是可能開始破關 我是加入一個同志的 健身群組 然後就是認識裡面的很多人 去年有跟他們去一些同志場 像Locker Room Gusta 最近去那邊去 都認識蠻多新朋友 就慢慢的 自己心裡防備 就比較沒有那麼強 感覺很好 因為就找到一個同層 那如果你離開這個同層層 就是你身邊周圍都不是同志的時候 你還敢做這一次 我就可能就不會刻意去做 因為我自己到現在目前為止 同志 很多人都還不知道我的身分 他們沒有問我也不會想到特別解釋 他跟我說一件很好笑的事情 別人問他說你的姓像 我說是啊 大家仍然覺得他是開玩笑 你問我我都已經跟你講了 然後你就說 屁啦你不要鬧啦 講真的啦 靠腰 我已經講了 不是啦 對重點是 我的老闆還在很多員工面前 講說 他就喜歡男生啊 然後沒有相信啊 他說他就喜歡男生啊 然後真的沒人相信 我相信其實蠻多人都是這個狀態 都自己很封閉的狀態 到接觸到一個群體 然後再到沒有人的時候 因為你現在狀態是 只要周圍都還是異性戀的時候 你還會有所保留 但是以我們這種程度 就算周圍都是異性戀 我們還做自己 我覺得我現在 如果說我有一個對象 已經穩定了 如果說在大眾場合 我覺得我是可以輕鬆 來來來來來來 輕鬆 啊 你用他另外一段 就先練習啊 在鏡頭前牽手 那你覺得那些 正在往這個歷程走的人 如果是你的話 你會想他們建議 現在目前為止很多人 沒辦法去出櫃這件事情 很多原因是因為 源自於身邊的恐懼 可能會有人講閒語啊 或者是什麼 但是很多時候 這樣的情緒是 身邊的人一定有辦法接住你的 如果說我跟Eason這樣子 那我只要 肯把這樣的事情跟他講 他說不定可以接住我的情緒 那這件事情 就不會變得很害怕這樣 有人可以接住你是 人生中很重要的事情 雖然說我跟Eason 是一個大出櫃的狀態 但仍然有很多朋友 因為很多原因 沒有辦法好好地跟對外講 我覺得也呼籲一下 因為有的人會說什麼 同婚都過幾年了 還在那邊扭扭捏捏捏捏 但是每一個人 都有他自己環境所受到的 一個考量 我要講一件事情 我真的是去荷蘭的時候 荷蘭 世界上數一數二 同婚通過的地方 對 我去那邊 我看到他們比較軟 還是很多人根本不露臉 我以為 哇這樣的地方應該是 大家就是你知道一個 彩虹村就是 沒有 其實是沒有這回事 即便是同婚通過 十年後 二十年後 依然會有一些 因為畢竟這個東西 就是性少數 也就是跟別人不一樣 還是會有人說 因為我跟別人不一樣 所以我不想讓別人知道 對 如果你是這樣的朋友 就是也不用害怕 也不用說 是不是自己太不勇敢 你就先安全的 做自己 找到你可以說的契機 不用逼自己說 一定要很快的 可以在街上前手什麼的 然後像是性開放那一塊 雖然我剛剛那樣說 但是其實 性保守就性保守 性保守沒有不好 重點是你自己 有沒有享受那個過程 知道自己是享受或不享受 這是比較重要的 好 那今天感謝子民教練跟我們分享出櫃的過程 不知道大家自己 或者是看到朋友們 面對這些出櫃的困境的那個心理 像是怎麼調適 或是有什麼 配備可以分享給彼此的 那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今天南童大學堂到這邊告一段落 我是阿公 我是Eason 下次謝謝子民教練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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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也�一段落 這裡 我會在這裡 謝謝家裡 在這裡 不管